大家好,我是观察站的听 这边的podcast不是我主持 因为我现在人在奥地利的Saltesburg 参加这段世界对中国论论的研究会 本集podcast6M的时间是 台湾时间2月18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的内容 会照你太听的时间有所谓不一样 所以如果要听就开始更快听 台湾观察站台湾关系下一站 新闻家亮 评论家啦 欢迎收听 观察站底家啦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4集的观察站底家啦 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这是我们开春之后的第一集 因为上一集的时候应该 也是新年已经过了 但还在放假 希望大家在这个开工之后心情都还不错 那我知道是有几个朋友心情很好 因为最后一开工之后 那个几天台湾整个大早 我自己也是有小开心一下啦 所以开工当天大家心情都还不错 那希望这样子的好心情可以延续 然后也不会是 也不完全只是因为这个跟着股票的涨跌啦 那关于这个股市的部分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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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先要找个机会 大家好像也没讲过 鸡排店是吗 是鸡排店吗 好啦那 诶 诶我要讲什么呢 诶那 等一下我现在突然脑子断掉 好 那关于股市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待会晚一点也会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其实就会讲到股市 那第一 在一开始的话 想要先做个工商 就是呢 首先我们现在podcast有点缺开场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想要在 在这个开场 有自己的声音 或是讲讲话的话 欢迎寄到我们的email 那到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有一个精选的 精选动态就解释要怎么去 绞交这个 或是要提供这个开场的录音 另外呢 就是观测在我们开始 大家敲碗的这个读书会 开张了 那我们第一场读书会是在2月29号 我们选的书是因为 刚刚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2月是这个黑人历史月 所以我们呢 就来看一本是 讨论美国种族政 美国种族议题的 叫做美国梦的悲剧 它其实是2019的时候吧 2018的时候就出了 但是这个作者 还有这一个议题 我相信在接下来 尤其川普又要在 看起来是强势回归 这个势不可挡啦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相信种族议题 可能又会成为 很大的一个讨论重点 所以我们就觉得 在这个时候来看这本书 也是蛮值得去 蛮好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读书会 我们也会邀请一个来宾 来聊聊什么去看这本书 然后大家也可以 不要太有压力 就大家都会有时间去分享 但如果没有看完这本书 也还是可以参加 那这个报名的连结 可以接到我们的Instagram 或是到我们的脸书 都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好那不知道 Ledle方语 有没有什么要工商的吗 就是我也来工商一下 我也来工商一下 我们这个美国台湾观测站 跟这个台湾公共测议的 这个周三青年日的 这个讲座 因为选举完了嘛 那选举完了 我们还是会继续办下去 所以这个讲座 一直都不是 只是为了选举而已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有更多的机会呢 来看一下台湾 世界 然后还有像司法 这些不同的议题 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那就是也请大家继续支持 好 那要怎么去找到 这个星年日的消息 请大家在Facebook上面 搜寻台湾公共测议 测是政策的测 义是那个有益处的那个义 那然后上面 上面也有那个 每一次讲座的这个直播 那所以说 上面都有每个礼拜的这个资讯 然后再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没错 而且也可以追踪 这个台湾公共测议的 翠哦 成为他的这个翠友 翠是什么 Thread 就是那个新的那个 对 OK 好 因为我 好 不好意思 我没有在用Thread Thread 我知道很难 很难发音 对 所以大家都叫他翠友 哦 OK 好 原来 我觉得我自己很像 很像老人 好 没关系 就是 就是 I love who I am OK 那我们在 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环节呢 会来 首先来讨论一下 中国股市的问题 那我们也想要透过就是 这个很极大 就是 呃 全球接涨为中国碟的 这个 这个 呃 时机来讨论一下 这个股市 以及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这件事情 那第二则新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呃 刚结束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 一年一度的 那在第三节新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援助法案 在 2月11号的时候 港通过 在参议院通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反弹的声浪啦 那我们要怎么 会怎么影响台湾 我们待会来讨论 那第四节新闻的话 我们想要分享一篇 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 讨论台湾的一篇文章 那他在讨论说 当中国占领台湾的时候 世界会失去什么 那最后美国新闻的话 我们会来讨论一下 泰勒斯 跟美国选举的关系 呃 现在跟他有关的一个阴谋论 我们正在散播当中 然后正在扩大当中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关于国际新闻的部分 今天选了一则 那就是我们之前 其实好几次有聊到 就是那个匈牙利的总理 他是比较那种 我记得那个 在2022年底的时候 方瑜有去一趟匈牙利嘛 那时候方瑜就有提到说 那个匈牙利的那个总理 是非常民粹的 对不对 我记得那时候你有提到 然后是比较 而且非常亲中 亲 亲恶 亲恶也亲中 亲恶也亲中 对啊 习近平好朋友 也是那个普丁好朋友 这样 对 所以就是在 在讨论 整个欧盟 还有NATO 在讨论 整个对于 欧乌战争 后续的一些 制裁啊 等等的政策 都常常都会被 就因为一个 因为他们是共事局嘛 所有人都要同意 所以当匈牙利上 就是那一个 不愿意卡关的那一颗旗子 那 但好消息是 现在的匈牙利政府 他们正准备在这个月 二月的时候 要批准瑞典加入 NATO 那匈牙利 他们目前的态度 是感觉要放行了啦 那基本上 只要匈牙利放行 瑞典就能加入了 那我们就再 接下来去关注一下 OK 好 但我们也要 当然就瑞典加入之后 俄罗斯又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第一则新闻 好 没错 就如刚才一开始讲的 就是15号开春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心情还蛮好的 因为 全 其实不止台湾 全球股市在这段时间 也都有在涨 那 最近的话是 美日德 法 印 印度 的股市都有在 创历史新高 就连阿根廷 他们的股市也在上涨 但唯独 这是 只有中国 还有香港的股市 是全球两个 连续三年 都在下跌的市场 他们在 这个 年节 就是春节的 这个封关的前几天 还历经了 这个千股停 跌停的状态 然后呢 又需要 就 透过国家的 这个干预的措施 他们也开除了 好些人 然后才能够互盘 然后慢慢的 也没有看到 慢慢的 就是这个股市才回闻 那 大家 也没有回闻啊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禁止了 那个 他们就是禁止了 那个 就是私募基金的 那个 的交易嘛 就是说你不能买 对 不能卖就不会跌了 很棒 对 直接处理掉 就是一个科学的解法 对 然后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是 台湾是 15号的时候 就开盘了嘛 但是中国是19号 原因是因为 中国放假的时间 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 中国是放10到17号 对 所以 他们是19号 所以大家听到 这个Podcast 已经开盘了 所以大家 可以到时候再看一下 到底开盘之后 中国股市如何 好 那再帮我们补充一下 相关的一些消息好了 对 没有错 就是中国的这个 上证指数 就是上海这个证券交易所的指数 那它呢 是在来到 就是下跌 那跌到的是2018年以来 最低点的2643点 然后在这个千古跌停的时候呢 这个人民日报 就是中国的官媒 它发表了一篇题为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 乐观向上的 这样的专题报道 那引发了大量网友的 这些冷嘲乐缝 之后呢 人民日报也就是官媒 它又在关掉整个评论 然后限制大家去转发这一篇文章 我想说这个很吵笑 就是你写了 你不是就是要大家转发吗 结果现在后来又 直接关掉评论区 你不能评论之外 你还不可以分享 不可以转发 他们也不准人家 唱衰中国经济啊 就是直接处理 最根源的问题 好 那我其实 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用一个 就是哇中国股市跌 那我就爽的这样子的态度 虽然我知道 可能难免会有啦 但我比较想要问的 会是说 这会不会对台湾的 或是两岸的安全 造成一个危险因子 原因是因为中国可能要去 我们常常讲 国际关系理论里面 还会要去 这叫什么 就是转移目标 转移焦点 然后所以有可能在台海之间 提升这个紧张关系 然后转移民众的 这个从房市到现代股市的抱怨 对 我觉得这个 我们之前那个观测战 火力灾系列 其实有好几集 是有讲那个 就是中国经济的问题 那其中有一个是 就是习近平他现在 因为已经没有政敌了 就是所有的派系 都被他扫光了嘛 所以现在他就是一个人 对 就是没有人背锅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经济的这个决策 他都必须一肩扛起 因为现在所有的 像国务院啊 这个所有的人 都是他的手下 那以前他还可以跟国务总 国务院的这个总理 像李克强 他们是平起平坐 现在不是嘛 所以就变成说 他为了要去互盘 或者是他为了 不想要丢掉面子 或者是他就会做出一些 更不理性的决策 比如说这个经济的这个决策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 的确是比较危险的状况 那但是他到底会不会 因此而停而走险 然后对台湾做一些 不好的事情呢 这个很难说 我只能说我们必须要 随时做好准备 可是目前中国的状况 是真的蛮惨的 那他们目前看起来 以美国那边的一些情报啊 或什么 就是公开那种什么FB 那叫什么CIA 他们出来讲啊 那国家情报总监 之前的一系列的发言 就是说 现在中国比较没有能力 做立刻的那种大规模的 那种军事的这个冲突 没有能力做大规模冲突 不代表不会有冲突 对啊 他们只是说 现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BUT 后面接的永远是最重要的 BUT就是灰色地带那种小的那种冲突会更多 为什么 因为他就没有能力做大冲突 所以他就给你这边小打小闹 比如说最近那个我们上礼拜有报导 那个海巡嘛 就是海巡的那个问题 就是海巡他们就越界啊 然后我们就去驱赶他们 然后就他们船翻覆 人死掉 然后还怪我们这样子 就是明明是他们自己跑过来我们的这个林海里面 所以其实像这种灰色地带作战会越来越多啦 尤其是接下来 这个新政府 就是这个赖青的政府要上台 我觉得前后都会有很多 他们会故意的来 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反应那样子 对 我觉得这都是要小心 庄宇刚刚其实说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那个航线 那个航线其实 感改就是一个 变姆林山 对 我觉得这个这种灰色地带 其实问题还蛮大的 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会引起国际关注的 国际关注的一个事件 然后可能真的 专业度太高 那我觉得 这真的如何去面对 我觉得需要全部的 不是只有台湾 还有我们的盟友 我就值得盟友 还包括日本 菲律宾等等 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虽然说国际不一定会关注 可是像是那个M503 那个法国外交部长就有发言 对他们有 所以其实国际上也很难说 因为台湾海峡 真的是对大家来说都太重要了 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数字嘛 就是那个金融时报的统计 就是说全球的这个航运 大概百分之四十几 有经过台湾海峡 全球这么多海峡 海这么大 结果百分之四十几 经过台湾海峡 而且那种最大型的 就是前百分之十最大型的那种船 有百分之八十几块九十 经过台湾海峡 所以这个航线太重要了 所以大家一定还是会看的 那我想要再转到一个议题 就也是我今天看到 Foreign Policy上面的一个文章 他在讲 我们应该是上礼拜吧 就上礼拜的这个Podcast 我们有聊就是说中国到底 他会比较希望看到拜登 或是川普上任 然后方雨我记得你是讲就是说 中国现在是比较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所以拜登他是比较可预测性 就是可预测性比较高 所以呢你认为说 就我们也蛮同意这样的推论 就是可能中国会比较 比较倾向于拜登当选 我们上次的结论是这样对不对 因为对啊 因为川普川普就是真的是很无法预期 然后他这个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很难说 对 但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另外一个 其实我觉得 就我们上次那个推论 我觉得逻辑是完全就是顺的 但我自己也看到 Foreign Policy上面的另外的一个推论 那他是认为中国会偏好川普 那他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点是川普呢 他会增强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分裂 然后第二点呢 是川普因为跟俄罗斯 应该说普丁本人很好啦 所以呢他可能 就是美国在拜登 俄乌战争之后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这些制裁 他可能会有个大的发夹弯 所以呢就是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中国的 所以也觉得这个 就从这样子的推论来讲 这个也是对中国会比较开心的 会比较倾向的 那再来第三个呢是 他想到说川普的一些政策 是会有助于中国去推行他们的这个货币 有更强的 让他们的货币更加强势 那第四点是因为川普他比较单边主义 所以川普他对那种比较小的国家 或是比较弱势一点的国家 就完完全不care 包括在这种南美洲 或是中南美洲 或是非洲的这些小国 那这些小国常常他们有很重要的一些 稀土或是矿物 都是对于整个国际的态势 影响是很大的 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川普不在意这些小国 导致中国在这一些国家的影响力更大 然后变相去削减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那第五点呢是他认为 川普因为他是比较保守派嘛 那他跟拜登就是他对于 也不相信全球暖化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 在这个干净能源上面的投资会降低 那干净能源也是现在中国比较强的一个 比较强的 科技比较强的一部分 那可能会让中国在这方面持续的更有竞争力 所以这是他提出的五点原因 为什么他认为说他觉得中国会比较希望 希望川普当选 那我不知道 Lailo跟方雨你们听到这五点 我觉得他的逻辑也都是很顺的 但我觉得可能在现阶段 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 这是我个人啦 我觉得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 确认说他这样的推论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觉得川普本人的影响 其实可能没有 应该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因为毕竟美国是真的三权分立的一个政府 然后在行政权算头头是总统没有错 然后川普可以fire很多人 可是毕竟就是他tire的 他雇佣的这些官员 或者是他选择的这些部长们 也不是笨蛋 然后他们也知道 他们做的这些任何的决策都会有record 就是都会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录 所以我觉得 在以美国人来说 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视民生的人 就是在美国 你要说一个人 你要指责一个人最大的羞辱 不是说他很穷 或者是他就是没有钱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而是说 You are a liar 就是这个是最严重的 就是对一个人诚信 就是美国人社会 我觉得他不care 对但是只有他不care 但是其他他hire的人 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还是有很多 他底下的这些 不管是他未来用的任何官员 应该不可能用到一批 就是跟他一样 就是这个性格的人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把他放到 因为刚刚可欣讲的这五个点 是放到极致会发生的 可是过去川普政府里面 世界运作 就会发现 不管是蓬佩奥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官员 会有其他人拿住他 对对 虽然陆陆续续都会撑个几个月 或是一两年 可能就被fire了 可是就是还是有这些人的存在 那只是说 这个样 应该说库存吗 越来越少 但是我认为整体上 就算库存越来越少 但是应该只是能力 或许只是能力 但是人品的部分 应该不至于那么糟糕 我是这样想的 那鲜鱼觉得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很有道理啊 你看就是中国 希望川普上来 然后把大家搞得 人阳马翻 这个好像也不错 但是当然对中国来说 这个意外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 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不是很好啦 所以他们其实说不定 会希望比较稳定 这也都很难说 所以大概也只能 大家通灵一下 问一下这个 中南海他们看 对对对 或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采访一下 这个 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吧 我们 在这个 在这个独裁国家 然后这个采访 他说什么 外交政策等等 这个我们在民主国家 可以大家拿出来辩论 可是在独裁国家是不行 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咯 我觉得这 就是我觉得这两者的 这个逻辑 还有推论都是非常合理的 那大家就是在 我们就随着时间去分析 随着时间去看 我们相信会越来越明确 OK 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新闻 第二个新闻 也跟川普有关 那就是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好的 为什么说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跟这个川普有关呢 因为跟 我去看了一些报道 然后他们都讲到说 很多的这个 欧洲啊 这些各国的领袖来了 他们都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美国大选 就又是拜登跟川普 那这两个人可能又会对我们 他们的这个竞争 又会对其他国家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如果真的是川普上了 现在的 的机会看起来蛮大的嘛 那又会对他们 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那 就是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变成了美国选举研讨会 对对 就是大家在担心 但还是有几个其他的 focus啦 那大家不知 综合好几个外媒 他们的分析 主要最大一个状态 就是乌克兰 然后再来是中东的情势 那在台海议题 也是有提到 那我们就帮大家 揭露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德国总理 Soltz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表态 欧洲必须提升自我防卫 那我那时候看到 这部分的同事 他说 他是为了 就是 川普 因为川普一直在骂 那一头都 都没有提升自我防卫的运算 是为了在 为了川普准备的嘛 OK But anyway 那他就提到这一点 那 泽文斯基也不断地在呼吁 他们现在真的非常非常需要 国际的援助 那也不断地呼吁 世界要支援乌克兰 那好消息是 他在上周三的时候 这个NATO 他们就有确认 就是说 在他们31个会员国里面 有18个会员国 他们愿意 首次 而且突破新高的数量 表态 他们要把他们的这一个 国防预算的GDP占比 拉到2% OK 所以就是 大家有这个意愿 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是 首先一个大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是 这次的 慕尼会安全会议呢 贺锦丽是有去的 就是美国副总统 那他有表示 他存在感好低哦 我们已经多久没提到他了 他真的 我不记得了 他真的存在感很低 我就想说 拜登都已经 都已经这么 这么 sleepy show了 对啊 你怎么还可以这么低啊 都完全没有他的新闻耶 就是完全 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 就真的要 我觉得是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 就他的表现机会是大的啊 因为你看现在国际上面 Shields也没有这么有名 Macron也没有 就是 就有名的也没那么多 不像以前你还有什么梅克尔 就是大家的焦点会放在他身上 你应该有很多表现机会 但完全没有 好 拉回到这个会议 那贺锦丽他就有说 就呼吁国会 必须停止在 这个乌克兰的援助上面 玩这种政治游戏 那到底这个援助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待会的这个 提到美国援助法案的时候 也会聊 那还有一件大事呢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有去嘛 那他就跟这个外交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有进行这个场 场边的会谈 那外界都讲说 因为这个是美中高层 在一个月三度会面 所以大家就有讲说 好像是在为未来 这个拜席会的通话去铺路 好 那Ledo来讲一下 再帮我们更详细讲一下 这个新闻好了 对 就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布林肯他是在会中里面呢 跟王毅强调 维护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这些是都很重要的 而且去重申美方会维护自己 还有盟友伙伴的利益 和这些价值观 可是中方这边呢 他表示的是说 王毅呢 向美方呃 就是表达 如果说真的要维持台海的稳定 应该要落实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那但是呢 就是这个地方就看到两边的说法 其实都有一些出路啦 那就是各说各的 那中共呢 其实是持续的对台进行武嚇 这个我们的国防部 其实就公布了 在16号这一天啊 一整天就征获了一枚空飘气球 那在距离基隆西北78海里 高度大概2万尺 那还有呢 7架次的供机 5艘次的供舰 然后在台海周边活动 所以你就看到光一天哦 就这么多的活动 嗯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整个慕尼黑安全会议 诶等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帮这个听众朋友们 这个 那个复习一下 什么是 什么是慕尼黑安全会议 这个之前应该每年都会出现 在 他每年都是在这个2月 这个时候 办理的 那他是全球最大的 就是讨论国防安全 国家安全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 嗯 然后 然后就是他就是由NATO 为主办 那个方言我记得你 你前上次那个 香格里拉的时候 你好像演讲全球最大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全球 就数一数大了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 是哦 嗯嗯嗯 哦因为因为我是哦 他可能应该是说 我想想看 这要怎么要说 因为我历史比较久了啊 两边都有被 两边都有被说 他因为两个的那个 是不是一 是不是性质不太一样啊 这个要请大家来 一个是官方色彩比较大吧 因为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 是因为 呃 慕尼黑安全会议 比较偏向 呃 就是一开始是有那种 呃 学术性质 因为你去看的话 他会有那种科学界的 公民团体 商界的 媒体界的 可是我不确定 香格里拉 这个 这个可能要请 呃 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 然后我们也来查一下 就是说 以这一个性 这种性质的来看 然后它是一种 非营利组织 来办的 然后如果是 以这样的性质来看 它跟香格里拉 好像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是 再来查证一下 那anyway 它就是呃 现在主要就是 NATO的那个 官方高层会参加 然后再加上 很多这个 呃 重要的 比如说日本 印度 俄罗斯 呃 中共 然后欧盟成员国啊 等等 然后会有大使啊 然后国家政府的 这个高层啊 这些来讨论 国家安全的这个议题 等于就是一个小小的外交会议啊 不是小小的 大大的 大大的外交会议 那我觉得比较 比较 需要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美国跟中共的高层 现在频繁的在对话 频繁的在会谈 这件事情 呃 以前啊 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看你看 这个就是 他们要干嘛 他们又有什么阴谋 然后就开始卖台论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可是其实我们觉得 现在呃不需要这样看 因为 因为现在美国就是焦头烂额 要处理中东的事情 要处理呃这个 乌克兰的事情 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希望在 台湾海峡有发生什么意外 所以等于就是说 美国在控管 他们一直讲说 他们现在要控管 manage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高层的会谈 是有助于 减缓 就是这一个紧张的气氛 然后那当然是 减缓紧张的气氛 当然是一件好事 ok 那那美国呃这个 当然不太可能说什么 呃为了要跟他 可能很显然也没有 为了要跟中国 也去聚交谈 而放弃什么东西啊 或什么出卖台湾 什么没有 你看那个军购 还是一项这样的批准啊 然后接下来会有很多 武器的交付 都一次性都是正常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们我们看待这件事情 大概是要从这个角度 来看一下 嗯嗯嗯 ok好 那我觉得慕尼黑的 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那相关的议题 呃 大家都可以再 呃 去去看 他们有官方 官方网站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查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 其实在这次慕尼黑的 安全会议上面 最主要的讨论 就是在乌克兰上面嘛 因为 真的乌克兰 现在很缺钱啦 然后打这种消耗战 就是 呃 他们真的需要 全球的援助 但是呢 全球好像不是大家都这么愿意援助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三节新闻 好 那呃 第三节新闻的部分 就是美国参议员 他们在二十一号的时候通过一项就是 一共九百五十三亿美元的这个 源外法案 那这个法案的目的呢 就当然就是援助就是这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的美国盟友 当然也包括台湾啊 那也一定有乌克兰嘛 那他主要就是提供乌克兰六百一十亿美元 然后以色列的话一百四十亿美元 然后四十八 呃 点三亿美元 是给包含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伙伴 然后用来阻挡这个对中国的威胁 那还有另外九十一点五亿美元 是给战监地区的难民人道主义的援助 例如加沙庄等等这样子的 OK 好 那Lero要不要跟我们更新一下这一个进度 法案进度条好了 对 就是依照这个程序的话 这个法案它在参议院通过之后 其实是要送到众议院在做表决 可是因为那个川普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已经公开去批评这个法案 因为他说这种保护其他国家不受侵害的法案 其实应该要做贷款 而不是做援助 因为川普就是这个个性嘛 他都说 他鼓励俄罗斯对那些不缴纳北约会费的北约国家发动侵略 这讲话也蛮爽动的啦 但是说实话你就算没有缴会费 但是你发动侵略 其实还是对整个北约开战啊 对 然后不过整个众议院当中的这个两党喜事分布的话 大家要注意咯 数学题来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喜事分别是 这个213比221 也就是说谁比较多呢 可信 共和党 对没错 这为什么不用这个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民主党还是有机会争取其他共和党员对这个法案的支持啦 那因为因为就是美国不像台湾是比较刚性政党的状况 美国是比较柔性政党 所以其实这种跑票啊 或者是说呃大家同一个政党对每一个法案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其实也是也是很常见 那可是众议院议长呢 现在新的这一位就是Mike Johnson 他在2月13号的时候表示 他根本就不打算允许这个法案进行表决 因为他一直强调就说如果你不先解决非法移民 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 那他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一个乌克兰的安全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就是共和党内部的中议员表示 就是美国应该要优先援助谁呢 以色列啊 要援助台湾啊 然后而不是乌克兰 因为他觉得这个呃乌二战争的这一个开战已经两年了 然后过程里面美国就是一直在支持乌克兰啊 可是乌克兰最近不是爆出很多这些贪污或者是不民族的这种臭闻 对尤其是这个军队军队的部分国防部的部分也是很很堪虑 那所以这他们怎么讲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反攻 然后整个战情就一路陷入这个胶着 然后这边讲到那个墨西哥边境的部分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德州没有开独立战争 好吗 不要再传了 我在过年的时候一直看到有人在传 真的假的 对 不要再传了 美国没有发生内战 好吗 OK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Leto讲说那个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 他说不打算让这个法案进行表决嘛 那美国众议院议长确实是有排议案的这个权利的 所以是有可能真的把他 应该是好像真的是有可能把他挡下来啦 OK那我觉得 方云女觉得要怎么去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美国人不想要花那么多钱给乌克兰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无底洞 然后而且也打不赢 然后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其实俄罗斯的国力真的还是很强啦 就是说他也没有打算 你也打不赢他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收复师徒 然后但是俄罗斯也没有能力继续往前进 所以大家就僵在那边 那就开始打消耗战 那打消耗战当然 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的这个大小差距差太多了嘛 所以一定得靠西方国家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们倒可以反思一下说 假设啦 假设真的哪一天中国想要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撑多久 以及我们该从哪边获得更多的这个帮助 然后我们该这个 这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就是说第一要务就是 我们必须要展现出自我防卫的决心 而且我们必须要展现出我们有能力抵抗外来的敌人 一旦我们没有展现出这样的决心 或者一旦我们展现出我们的军队有很多问题等等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就会快速的消失 这就是现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讲一个很实际的 然后比较难过一点的 因为现在乌克兰他是想要把过去师徒全部收回来 也包括2014年这个失去了克里米亚半岛嘛 那他们还蛮强硬的 就是要求这件事情绝对一定要达到 OK那 如果把他反观来到台湾 其实最近跟一些人聊 就是大家好像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百分之百的 就是这个防卫决心 这个自我防卫的这个决心 然后我跟聊的这些朋友都是我同文层的 但是我们也问到了一个非常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他拿下了金门马祖好了 我们能不能为了金门马祖 然后说好那就是给你 然后就停战现在这里 还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全部全部拿下 然后或许我们现在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假设的东西太多 但这是不是我们要开始去思考的 可能我们愿意失去的东西有哪些 首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金门马祖的法律地位到底是什么 这其实现在还是有争议的 OK就是我们在国际法上面 就是法理层面的这个论述 我自己觉得 即使是台湾本岛 澎湖都没有准备好 因为其实你如果我们 最近那也推荐大家几本书可以看 就是像那个陈翠莲老师的这个新书 超精彩 然后对啊 就是你去可以 我名字给大家一下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重探 重探战后台湾政治史 然后副标是美国国民党政府 与台湾社会的三方角力 春山出版社出版的 非常精彩 对 重点就是说啊 你看美国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跟我们签过的条约 都没有包括金门马祖 那我们自己在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上面的这个论述 其实对金门马祖也没有到这么清楚 那这个就会有点麻烦 那这个当然 我们必须要再度强调 就是说以中国国民党 他们一再的主张说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是九会九二公司 或者一中原的这种主张 那更糟糕 因为他就把整个台湾都说是中国的那个内部失误 那这样外国根本就没有能力 或没有这个立场来介入 那但是金门马祖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一个很灰色的地带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曾经在某一次的演讲当中 被一个好像是 我忘了是金门人还是马祖人 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就说 我们应该要很坦诚的跟大家说 那个地方在物理上 就是physically 是守不住的啊 我们就是要很坦诚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超近啊 对就是守不住的 就是对 而且其实以前在那个什么823炮战那个时候啊 就是50年前啊 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蒋介石政府还会说 我们要全力的守住任何一片 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等等 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求 美国增加很多的这个援助啊等等 现在是做不到的 现在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美国也不可能 为了这个守不住的地方提供 就是等于有点多余的那种 军事资源放在这里 坦白讲那个时候的美国超强啊 那个时候刚二战完的美国超爆强的耶 现在没有那么强 就连那个时候 如果你们去看很多的那种当时的那个记录的话 像这个程翠仁老师的书啊 然后里面就有提到说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 美国 就算是美国内部也是要辩论很久 就是说到底该放 要不要放资源到最前线去啊等等 那我们应该要做好的是 各种不同的状况的这种演练 然后也要很诚实的跟金文麻祖的居民讲说 会到时候会有什么状况等等 大家要练习啦 就是不能够大家好像装作没这个事一样这样子 对 我觉得好像要真的很现实吧 把现实们真的摊开来去看 可是老实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某一些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就出来说 你这个就是准备要战争啦 你这个就是准备要牺牲金门麻祖啦 你为什么要叫我们金门麻祖的乡亲来做这件事情 要做这个准备呢 你就是没有能力好好处理 没有这其实台湾也要做准备啊 战争不会只有这样 这是只有小小的 对啊 所以全部人都会受到 因为大家同岛一命嘛 就是整个大家是国家的共同体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要好好地去练习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Lado讲的这点很重要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仰赖一个政党 还有个政府 以及其他公民社会不同角色的沟通的能力 那坦白讲我觉得现在沟通能力的诚意 以及方式可能还没有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的好 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 那我觉得现实地去看待我们可能需要失去 或是我们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才是最好的可以去大家保护自己的方式 那这我们观测在我们也就不断地分享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有一些有一些改变吧 嗯 就是希望就是这些政党跟政治人物可以用看保险 看待一份保险的心态来看国防政策 而不是把它当成选票的一个工具跟政治的口水 因为这个战争真的发生了 这就是跟保险一样 就是你平常就要买保险 不是在那边就是嘴巴打嘴炮 然后就是车祸就不会发生 没有这回事 呀好 那这个是美国援助法案的部分 那今天也聊了蛮现实的 第一次聊到这么现实的这个事情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YouTube上面 或是直接回应我们的Instagram也可以 我们Instagram比较容易看到 OK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四节新闻 好第四节新闻的话 我们帮大家摘录一下 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这个非常重量级的外交相关 外交议题杂志 前几天发表这个文章 那他的作者是 Matt Pottinger 博明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我们节目的话 也都常听到他的名字 他是川普的之前在 就是他在在任时的 这个复国家安全顾问 中文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边文章的Taiwan Catastrophe 就是在探讨的 就是如果中国占领了台湾 世界会失去什么 那他把这个可能的影响 都把它列了出来 那就请Liddle帮我们重点摘要一下 对就是大概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如果说中国占领台湾的话呢 他会是中国扩张主义野心的一个实践 也就是说他併吞了台湾之后 并不会就这样子停下来 因为从这几年的迹象 已经可以看到 中国其实跟日本有钓鱼台的这个争议嘛 然后跟东南亚的各个国家 也有在南海的这个领土有争端 那另外呢 中国甚至在阿根廷 奈米比亚 就是在这个美洲跟非洲等等 各个不同的地方 都有设立军事的设施 这些都已经显示 中国已经明确的向世界表示 自己要成为一个全球级 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强国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什么意义呢 第二点就是中国的这个侵略 对台湾的侵略行动 可能去引发核武扩散的风险 那尤其是因为大家都 因为怎么说呢 美国已经明确承诺 就是要保卫台湾嘛 你看那个拜登说过 Yes I do 就是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台湾真的被中国侵略的话 大家就会对美国的安全承诺 失去信心 那接下来美国的盟友 包括谁呢 包括日本 韩国在内 他有可能就会选择去发展自己的核武 所以就会破坏过去这几十年来 核不扩散的努力 那这一批成为新拥有核武的国家 又会引发一连串的核武竞赛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可能又波及到 比如说中东啊 导致伊朗啊 沙兰地阿拉伯也都开始发展自己的核武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台湾其实大家都讲嘛 这个沪国神山是台积电 所以台湾在这些最先进制成的晶片产能 大家猜猜看全球是占多少呢 各位各位听友们应该从股市赚了不少吧 所以就是还是要知道一下 我们占的这个产能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 所以呢 我想在这边插个话 认可一下我的母亲 我妈妈很厉害把这个数字都已经把它背起来 然后前期陈陈她去美国的时候 她就会很骄傲地跟人家说 where you come from 她就说 I come from Taiwan we produce 90% of the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 她超可爱的 她也是自动跟人家讲说 我们百分之九十 人家都没有问她 然后就会很就是 我要这样 不要这样讲 但她就会讲得很 很 就是讲得 我觉得很棒 就她记起来这个数字 然后马上让人家记住 超骄傲的 ok没事 这很可爱 这很可爱 这很像 这很像人家问一个亚洲人说 你来自哪里 他说我是日本人 我就是生鱼片的故乡 这样 但我觉得那个百分之九十的 那个先进制程 那个高阶晶片是比较猛 对 真的蛮猛的 对啊 所以他第三点这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产能比例是90% 那这是最高的 最先进的晶片 所以说如果 就是台湾的晶片工厂 没有被这一个中国的 这个并吞行动里面 受到破坏 可是生产水准要恢复 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台湾可能会面临 国际经济的制裁 而且台湾晶片供应的这个供应链 有可能会导致说 全球经济的动荡 譬如美国的GDP 预计就会减少5%到10% 那美国的经济一感冒 其实就不是只有美国的问题而已 大家之前 金融危机的时候已经体验过了 那中国占领之后 而且控制全球最新进的这个半导体供应 也会是一个新的课题 或者说如果台湾的晶片生产 没有办法恢复的话 那全球就要去依赖老一代的晶片 可是这样又会去打击就是工业国家的经济 因为你原本用了新的晶片去做 就是它的一些服务或是功能是更精细的 可是你接下来要用老一代的去做同样的东西 就是那个成本就会提高 那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说 美国投资人他在亚洲会面临严重的排斥 那这个会造成就是美国经济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中国也有可能进一步去推动 就是大家不要用美元 就是去美元化 然后加强人民币在亚洲经济里面的角色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挑战就是说中国并吞台湾的话 它不只是代表世界上少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而且这也会结束就是所谓这个中华文化 跟多党民主制度结合的这个社会实验 那这样的发展会证明美国无力保护他的盟友 而且会动摇就是美国在亚洲 还有在欧洲这些盟友的可信度 虽然这一点我有点持保留态度 因为我觉得台湾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灯塔 我觉得这个角色台湾人自己可能也跟 就是要不要保卫就是离岛之类的这个议题 或者是如果澎湖被占领了要怎么办 这些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根本性的没有定义好 所以 好 这一篇文上一个我们有讨论到在Foreign Affair上面发的文章 是那个格莱伊嘛 格莱伊还有另外两位也是重量级的 的这个美国学者的这个分析 然后当时的那一篇文章 他基本上有点像是对台我们会觉得对台湾好像并不是太好 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有点像是说台湾就是有效的贺阻 就是美国如果要贺阻中国有效贺阻就是两边都要各打50大半 就是不管中国要要打然后这个民进党要打 然后认为说民进党要废掉这个台独当纲嘛 那我们当时有聊到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 那这一次呢就是Foreign Affair这一篇文章 Matt Pottinger他本来就是比较对中强硬派的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论述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晰 写出来中国如果占领台湾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论述让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的去说服美国要对台湾有更多的这一个 更多的合作然后提供更多的援助 然后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从他的角度来讲 更知道美国在意的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方瑜跟Little怎么看这篇文章 那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大家把那个台湾的这个重要性赶快再多讲一下 然后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嘛 然后这个而且是在Foreign Affair是什么 然后我还是觉得啦就是美国还是有一些人 就是不管是外交政策的这个不管政策圈的人啊 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不要惹中国不开心 然后那个最好赶快跟中国谈啊最好要reassure 就是这个要债保证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都太低估了 这个中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 跟他们想要就是这个所谓统一台湾的这个野心啦 那所以当然呃需要更多人去投入研究中国政策 跟研究呃这个两岸的这个事物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是除了班板凳看他们吵架 不是看他们辩论之外呢 那我们当然必须要我们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最近在那个思想坦克上面有好几篇文章在讲这个 就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论述是什么 对 美国人有他们的national interest 也是有他们的国家利益 那我们台湾人在意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发声 去呃写文章去参加国际会议去参加国际组织 诶这边我们在工商服务一下 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观测战猴力灾 我们刚才刚访问了江冠宇医师嘛 就是他去参加国际NGO 然后再去从这个NGO进而去成为这个代表 然后去参加WHO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不断努力的去跟国际讲说 我们台湾很重要 我们台湾可以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大家的这个好盟友 所以呃除了美国人在那边辩论之外 我们也必须要适时的去加入他们的这个讨论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很深的功夫 包括我们要去做研究啦参加研讨会啦 然后这个写文章啊等等 就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练功的 那话我工商一下 就是没错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观测战这几年 也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观测战一开始2017年成立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是对对台湾讲话嘛 那当时的台湾的状况是国际的内容进到台湾的时候 或是跟美国相关的新闻进到台湾的时候 常常是趋务的 常常是或是偏颇的 并不是他全错 或是他是只中行政部门不看呃立法部门 然后所以有一些错误的这一个分析会导致就是出来 那但是我觉得过了几年 到现在已经2024了 其实台湾的这个媒体的环境 当然还有很多进步控制 但有越来越好 然后包括很多的外媒也进到台湾 所以我觉得台湾看到好的内容的这一个 机会已经提升很多了 那所以就前阵子我们观测战也在想 就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去往华府 把台湾的声音丢给华府 因为你考上很多时候华府在做台湾研究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pool 我们觉得还要再拉大 很多台湾很棒很棒的这一些学者 像市场坦克上面的东西内容 我们应该要把它全部翻成英文 但是不是不是所有人 这个语言上面这个真的是 不是这么容易克服的的的事情 那我们就希望可以把更多台湾的声音 达到美国 那跟大家好消息是 观测战接下来大概在三月开始 甚至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四月 但我们希望现在目标是三月 我们会有个新的project出来 很大的一个project 就是专门在做对美的这样子的论述 然后写文章等等的这个project出来 那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筹备当中 对 然后如果说就是有人就是对这方面也有兴趣 或者是认为自己有着commitment想要加入 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资料 就是就是DM给我们 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自己的英文不够好 或是没有信心 可是你有经济能力也欢迎你 就是逃走你来当中的新台币 或是你在美国工作 那也很乐意就是这个美元捐款 我们都支持 我们都有这个接受美元跟新台币的这个捐款 那详情可以搜寻美国台湾观测站 你在Google上面搜寻 就会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上面都有捐款的资讯 然后也会给你就是收据啊等等 就是如果有问题 在私讯我们 我们再回复你 谢谢 这种总是可以接的好顺哦 天啊 对啊 可是这个真的很花钱耶 这个真的很难 呀 所以好 我们我现在在筹备当中 然后希望我还有12天的时间 诶不对 是2月小 好 我还有就是11天的 11天左右的时间 那希望在11天内 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内容顺利上线 OK 更新的网站顺利上线 OK好 那这次新闻 就是第四节新闻 关于这个外交事务上面的这一篇文章 我们就先先讲到这里 那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原文 那我自己学了很多 尤其跟Alato讲的第二点 是跟那个核武扩散的这个风险嘛 对 所以说真的我 我这一点是 我过去在做论述的时候 我很少提到的 那也是 呃 Matt Pottinger讲到这部分的时候 我才觉得哇 yeah 为什么这么 这个这个非常合理 但为什么一直忘记 那我觉得 我学到非常多 那推荐给大家 我们也会把这篇文章的连接 放在我们这一个podcast的这个资讯栏 好 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进到我们最后的美国新闻 那这一个广告呢 是鬼岛指引他们推出的全英文节目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推荐给你的身边的英语朋友 2024 它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在台湾 开始和这个主动地上 设备的投票 在在一年 在一个新的podcast的系列 focussed上台湾 和政策的论谈 这些可能会有影响 对地区和外面 我们帮你声音 你可能不会没听过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 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Taylor Swift 拜登去胜选在接下来这个大选当中 那有73%的人不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啦 然后有9%的人就是他不知道 但有18%的人相信我其实觉得不敌欸 就是相信Taylor Swift是政府的工具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18%的人信我 我觉得还算蛮高的吧 那有54%的人说他们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然后有46%的人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换句话说还蛮 也快要接近一半的人都有听过这样子的阴谋论 OK 真的是一个阴谋论盛行的国度 然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在过去几个礼拜有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在传播 那包括Fox News也是有在讨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那还甚至还有一个阴谋论 衍生出来的阴谋论就是Taylor Swift的男朋友 不是那个NFL的球星吗 然后这次赢了NFL那个最 那叫什么超级杯 超级杯 超级杯 对 Super Bowl 千万忘记 他就赢了这个Super Bowl超级杯嘛 然后就有人讲就是说这一个 这也是阴谋的一部分 就是是要帮 是有背后是有势力去帮 让他的男朋友赢球的 然后 哇 这串了很多 没有势力不就是那个四分位吗 那个四分位就是超强啊 带领大家 那不是就是四分位的 不行不行 那个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啊 阴谋论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叫很隐秘的 不能在球场上太明显了 是要悄悄的行动 然后有个邪恶的势力 然后影响这一个事件的发生 OK Anyway呢 但是 大家也知道就是传统 或是这种 有时候阴谋论的 会相信的人 常常比较多啦 会是这个川普的选民 当然不是 不是一定 但是比例上 好像比较多一点 OK 但川普也说话了 那川普在他的那个 社群媒体 True Social上面有讲 就是说 不可能啦 他就是去诋毁这件事情 他就说 Joe Biden呢 没有 他没有为 就是Taylor Swift 做任何事情 然后永远也不会 Never will 他就说 There's no way she could endorse Cricket Cricket Joe Biden 就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这个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 他会去 endorse 会去帮这一个 非常狡诈的 Joe Biden 背书 然后他说 Joe Biden是历史上 最贪污的一个总统 所以他就说 不可能 Taylor Swift 会这样讲 那我觉得 拜登 对不起 川普会这样讲 也很合理啊 因为 其实一直以来 Taylor Swift的影响力 真的太强了 现在最 我告诉你 美国 谁出来选总统 最容易选上的 就是Taylor Swift OK 就是 一定好不好 他出来选 因为他一个人的关系 让那个NFL 达到史上 最赚钱的一年 然后那个 收视率飙到史上新高 因为他男朋友在打 真的是赚翻了 所有人 所以有一大堆人 因为Taylor Swift的关系 然后开始看那个美式足球 对 所以这次 这个美式足球 好像就 好像是史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史上 但就是那个 女性 女性观看 对对对对 是啊 是啊 就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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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Taylor Swift出来选总统 或Beyond J出来选总统 绝对屌打Biden 或是屌打Trump 真的啦 可是如果他们用第三 第三政的 第三政党的 那个 怎么讲 立场出来选 我觉得还是很难吧 因为目前真的没有看过 没有啊 他当然是要就是登记成那个 登记成某一个党的那个 去初选这样 好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阴谋论 回到这个阴谋论 就是其实 嗯 说刚才提到就是 保守派在传播 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Taylor Swift是有表态支持Biden的 他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就是到现在这一篇 也都还没有删文 就是上面就是他 支持 就叫大家去投票以外呢 也去 嗯 就 做了一大堆的饼干 然后上面饼干就是 嗯 拜登吧 拜登2020 的样子 呀 那就他是有表态支持 拜登的 所以 那再加上 Taylor Swift是一个影响力 这么这么这么高的 一个 女性 所以当然就是会 可能会被一些保守派的人 或是觉得很单 希望川普 或是有更多的这个 嗯 希望帮他助选的这些人 有可能就把这样子的论述 连接在一起了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想要聊的 啊 或是快速点到的一件事情 是其实 嗯 在美国的这一个保守派 或是传统的 嗯 或是比较基督教派的 他们其实跟这个好莱坞 他们对于好莱坞 会越 有越来越分开的趋势 因为好莱坞 长期是比较代表的 这Liberal 自由主义 然后比较开放自由派的 然后 嗯 跟 跟这些比较传统的保守派 其实是越来越 呃 这个隔阂是越来越深的 那不知道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或去做更多 再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大家有看到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就好莱坞 或甚至是 比较年轻世代的 跟这一些保守势力 他们之间的 这一个仇恨值 是不是越来越 之间 不只是隔阂 还是仇恨值 要换成Telorswift 我觉得我还比较愿意相信 那Telorswift 你这样不是在助长 那个阴谋论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轰动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会轰动 这个可能不是 他的经历表示 对 你把我放在哪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轰动 然后旁边就配一个 就是那个 Biden 2020 那个饼干的照片 有没有 然后就放在 那个社群媒体上面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合理啊 你不要再帮他们 出主意了 这太可怕了 呀但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真的在美国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 听众也在美国 就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 相关的这个阴谋论 因为如果40%有的话 应该蛮多人听过了吧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阴谋论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啦 就是 就是各种各式各样 非常天马行空的阴谋论 都会有 都会 对啊 就是反正就是 很神奇的那种 故事都会有这样子 但18%的人信欸 这也不意外啊 因为我看过有一个 好像 好像有一个 是调查还是什么 就是好像也是 还是有30%的人 相信说 什么欧巴马的那个 什么出生证明 是造假的 对 而且 那个时候 即使欧巴马的竞选对手 就是那个John McCain 他还有直接 帮欧巴马说话 他就说 那个就是 那个不要再乱讲话 然后不要再这些传 这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欧巴马那个 一定是真的 连他的对手 都已经这样讲了 但仍然还有30%的人 会继续相信 而且还有 好像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高的比例的人 相信美国没有登月 登月是吗 你说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啦 就是 就算是像那个 最高法院都已经说 选举结果没问题 还是有一大多人相信 2020年有选举舞弊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都不奇怪 那比较比较又是要反思台湾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很多这种变体 那最好的去抗 就是去这个怎么样 对抗这些阴谋论 就是我们要加强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啦 比如说这次选举完 我们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说 什么选举舞弊 那如果大家了解我们台湾的选举过程 就知道那根本就没有任何舞弊的空间 对啊 像这种就是 然后最近又有很多人开始在吵说什么 像印尼刚投完票嘛 就说你看印尼有什么通讯投票啊 然后什么样的这个不在籍投票 为什么都不行 印尼有多大的这个人口数 然后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些投票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倒是觉得像 什么电子投票啦 通讯投票啦 提前投票啦 这种海外投票啊等等 我们这个争议性真的是很大啦 那你当然 我觉得可以讨论嘛 可以讨论 但是就是不需要就是说什么 你看你看我们台湾民主有多烂多烂那种 就是其实也是有这种 对啊 那没错 那我自己是觉得 所以意思就是说 背景知识很重要 很推荐大家去读那个啦 IRG之前写的书叫 资讯判独立 那这一本书就来详述 就是到底要怎么去培育自己 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呃 这个判 判读的指标 变判读的能力 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我最后讲一下 我补充一下 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这本书 培养自己的判读力 因为对抗这一个 呃 假讯息也好 或者是阴谋论 我觉得美国的话 阴谋论已经成为一种最大的宗教了啦 它可能 就是 是一个信仰 然后 不行不行 美国的话 基督教还是最强 不能动摇 对 可是 我觉得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在台湾又有一个开始扩散的趋势 所以大家真的去读这本书 然后去培养这些资讯判读的能力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是科学的那个科学 不是柯文哲的科学 好不好 那成为 所以我们 我这样说是 我没有要针对柯文哲的意思 好不好 就是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那我们就可以 针对他也没关系啦 因为他现在就是最大的假新闻制造 不是 好啦 算了 冷静 让我把这个Podcast做结尾 好啦 那就大家去看书 就这样 好 谢谢大家收听观测战底 加啦 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 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战 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 而这个Podcast的服务 现在太忙 只能有耳朵收听新闻的你 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 那听到最后 也别忘了在您收听的平台 follow观测战 帮我们按赞哦 我是可馨 我是方瑜 我是雷露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再会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好